花蓮縣政府串聯了林業署花蓮分署 還有花蓮縣體育會9號在光復鄉大農大富平定森林園區 舉辦了泰巴朗八角風箏文化節和複合式森林路跑活動 不僅有部落傳統八角風箏等各式工藝藝術體驗DIY 由於複合式森林路跑不受限 因此不少家長是帶著孩子路跑占步滑直排輪 或者是獨輪車等方式來參加了這場路跑 部落祭司令真智慧泰巴朗八角風箏文化節祈福 除了族人藉由飛上空的八角風箏傳出聲響 與竹林溝通共融 部落協會也藉由八角風箏彩繪活動 讓部落傳統文化之美廣為周知 大人小孩都超愛這場文化洗禮 大王 你畫的是什麼 來這邊 他還沒畫 他還沒畫好 妹妹呢 你看我們要去畫一隻排輪 好好好 這是一個敬天祈福來追思祖先的一個特殊有特色的八角風箏 今天很多攤位 希望我們的山清草綠好空氣可以滿足各位 不僅有在地傳統文化的認識與學習 新政府串聯林業署花蓮分署以及花蓮縣體育會 在全台圍山的光復鄉大農大部平地森林園區 辦理不合適合市森林路跑活動 除了正規的路跑賽也有趣味路跑活動 來10天了10天了10天了請就位 3 2 1 走 加油 加油 不論是路跑散步 滑直排輪 獨輪車 或者騎鐵馬等方式 依序倒數開跑開滑 由於這項趣味路跑賽沒有任何的限制 因此參賽選手們幾乎都是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親子同樂趣味性十足 你不要那麼狂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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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直排輪都一起啊 還有直排輪都一起啊 好水 好空氣 好人情 最重要的是花蓮是一個族情和諧的地方 那華蓮縣政府呢 更是大力的來推動各族情的文化 讓各族情的文化能夠發揚光大 光復鄉大龍大部平地森林園區 將近一千兩百多公頃的森林樹海 為全台圍山的平地森林 新政府林業鼠花蓮分鼠以及體育會 在此地辦理在地部落文化體驗 各個社區文創產業DIY市集 以及森林路跑 充滿在地人文產業 藝術特色的複合式活動 也吸引了近千位大人小孩 一起參加享受親子之樂 記者是玉蘭光復財報道